字幕 李宗盛 你看没看到我日记本啊 你再找找看 是不是在那个盒子里 最下面那个盒子 找什么呢 我来帮你找 找我日记本 日记 我看一眼 你别看 你 尹思辰 西西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吗 这不是 不是 你小时候还被狗追啊 那哪是普通的狗 那是恶群 你知不知道六亲不认的那种恶群 什么恶群啊 还不是你去偷人家柿子 让人家看门狗给咬了 妈 你怎么说出来了呢 西西 你小时候还偷人家柿子 没羞没骚 要你管帮我 求我 我求你 我也没说你求我 我就会给你 西西 一 四 吃 西西 去开一下门 我去开门 给你 打住 这里没有任何需要你帮忙的地方 我想尹总是误会了吧 我只是路过刚好过来看看 还有 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自信一点 我只是不想见到你 我也不是来见你的 莫子欣我警告你 你离顾西西远一点 她是我太太 可我也是她的学长 股东 还有偶像 学长 你送来了 我刚好路过来看看阿姨 莫子欣我说你 小莫来了 晚饭吃了吗 还没呢 那正好 一起吃啊 好呀 好呀 一起吃吧 辛苦了妈妈 再烧个烫就好了 妈 我去吧 不用 你陪他们俩先吃 先吃 嗯 谢谢阿姨 不客气 谢谢妈 快吃吧 哎 吃这个吃这个 那个太油了 试试这个 这个我爱吃 原来你喜欢吃这个 那你早点告诉我嘛 我会加给你的 这个大蒜 啊 就这个 看起来味道不错 给你 这半截青椒跟你也挺配的 能不能让我加个鸡蛋啊 我来 我来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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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请传真帮我发一下吧 那你下午还回来参加部门会议吗 那个会议取消吧 我明天还有事情 没事了 会议照旧吧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秘密基地 我有什么不开心的开心的都画在上面 这些都是你画的 也不全是 还有 莫子欣啊 原来是轻微琢磨 之后我知道我要离开了 就在那里画了一朵不公音 代表着我要离开 你干吗 什么事 尹思辰 时候不早了 我该走了 等等嘛 干嘛 你先坐着 坐着忙 你要不留下来跟我一起住怎么样 什么意思啊 你每天晚上都到点消失 跟灰姑娘一样 还不给我留一个水晶鞋 你的意思是 要跟我 可以吗 你认真的 我认真的 那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去阿姨把衣柜都收拾干净了 你随时可以拎包入住 我帮你拿都没问题 那这样吧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这是世界上公认的情侣同居后分手的几大理由 我必须要确保我们住在一起后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 我问出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同时回答 嗯 第一个问题 你喜欢睡左边还是右边 左 我的意思是想说 你睡右边 我可以睡左边 你可以睡左边 我也可以睡右边 你要是过来 你睡床 我睡地上都没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是喜欢睡前洗澡 还是起床后洗澡 我记得上次娜娜在我家是起床后洗澡的 睡前 我可不能忍受别人不洗澡就上床 第三个问题 你喜欢开灯睡 还是关灯睡 开灯 不是吧 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喜欢吃甜的豆腐呢 还是 咸的 这不是水天的天的 咸 你看 答案很明显嘛 我们不适合同居啊 我 我可以改吗 就算是这样 那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 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这样 大家都会很有压力的 我觉得 我们暂时还没有做好住在一起的准备 再等等吧 好吗 嗯 乖 走啦 那 你路上小心点啊 好 走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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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